好 那这个米凤刚讲到平台在调整 选战的战略方法在调整 然后呢 政党的板块也可能有大规模的位移 所以你怎么观察这场选战 我觉得今年是首次 我觉得有机会啦 我觉得当然现在目前看起来机会还不大 因为是民进党还是第一名 但是第一次有机会是 再两千年之后这个政党的板块再度移动 有机会出现联合政府 这个是台湾整个这个政党这个史上面 可能会面临到一个一次再一次的重大的变迁的一个机会 那今天就是说今天主要就是我们看 对照这个就是说两千年的总统跟现在的 我们都只有算民调 因为当时两千年的民调其实没有很盛行 那现在如果把这个当时的得票率换成现在民调的话 你就可以发现跟现在结构是差不多一样的 譬如说这个第二名是30.2 然后这个连销配已经到18.9 就等于是侯友宜现在的这个民调 18% 18%了嘛 那你这个陈女配 陈女配当年是不被看好的 他是后来牵手护台湾之后整个盘 造势拉上去 然后加上这个中国国民党用了不实的民调 把这个气保效应减少了 所以才会变成就是说他就险胜了两% 那所以说你像这样的情况是不是跟当年的这个情况是一样的吗 如果宋楚瑜 而且我再打个岔 他险胜的两%从绝退的选票来看 陈水平跟吕秀莲拿到497万张选票 然后宋楚瑜跟张昭雄拿到466万张选票 中间的差距只有31万张选票 对32万张选票 所以选票是开到很后面才确立这个选战的成败结果的 对而且这一局大家就觉得说宋楚瑜应该是会赢的 结果没有想到就是差两% 然后就差三十几张 三十几万的选票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选举来讲就是很难讲 那目前这个情况就是说 如果赖清德没有赢的时候 这个民众党跟这个国民党是要如何移动 这个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当年我们现在又讲说 柯文哲不会当年的宋楚瑜 柯文哲跟别人聊过这个天 他说他不会成为宋楚瑜 他自己还有没有自知之明的 因为他没有那个能力 宋楚瑜当年是他有这个办法 去经营这个地方派系 去经营hold很多人 可是这个柯文哲就像你讲的一样 每天不是蔡壁如就是那个 吴行林 不然就是学姐黄敬林 那一切就是说 如果说真的国民党有一堆人要跳槽到民众党的时候 柯文哲有没有这个能耐 或者这个容量把它纳进来 这个就是令人怀疑的一点 那如果说好通通挂在国民党那边 那国民党就面临一个难题 到最后一定会很头痛的 就说我口语不行了 那我这个我不挂民众党 我不会去像那个宋楚瑜以前玩一个游戏 就是现身游戏 每次吴行林就是跟吴行林那边讲说 谁又要跳槽了 然后明天又有一个什么 国民党的大开要出现了 我们那时候两天人跑新闻就在玩这种游戏 就每天在政治外遇 对对对 然后谁先说周希伟来了 然后沈志卉又来了 然后李清华也来了这样 那现在就说你民众党没有办法完成这样的时候 但是国民党小鸡会不会去跟柯文哲站台 那站台的时候你国民党中央要怎么处理 如果你不处理的时候就默认了 那我觉得你国民党的立委席次可能还是在国会里头有第二大党的可能性 可是如果你一旦处理了 那你这个国会席次就崩盘了 可是你不处理你这个总统候选人的这个得票就完蛋了 就可能比连赞还低就变成红袖柱了 红袖柱是15%才被换的 那你现在是18% 18%那你如果说你这个小鸡都不保都不处罚 跳槽不像李正好那样子 为了批评韩国瑜就把他开除党籍 那开除党籍之后就没有人敢去跟这个柯文哲在一起嘛 可是你现在不开除党籍 因为你可能要开除人太多了 开不了 开不了的情况之下 那你侯友宜就创这个整个国民党选上 历史上最低的这个候选人的得票率嘛 所以这个国民党中央到最后就会很难处理 那你说你要不要跟柯文哲谈 柯文哲要怎么谈 我不想跟你谈我明明可以赢的 那你这些小鸡我管你的 你处理不处理是你家的事情嘛 那到时候我帮你站台 那这个站台之后到底是不是会变成柯文哲的 这个东西就是关键到未来选后这个政治版图上面 到底要怎么变动了 我打个岔 国民党的分裂裂解是有不同波段的 首先第一波其实是赵沙康为首的那一批新党 然后那一批整批切割 然后紧接着才是宋楚瑜为首的亲民党 然后整批切割 然后现在如果柯文哲也去分割 然后就算将来投票结果出来 国民党不管几席 然后呢有当选的认为 哦 哇 该对柯文哲靠政治前途 我也可以切割啊 就跟刚刚光琴讲的陈明文的 这一个换党的故事嘛 就是说他退出了国民党 然后先武党籍待一阵子 然后他就加入民进党嘛 那国民党也可能会有一些小机 不管他最后是不是胜选 然后他看苗头不对 他搞不好也退出来 退出来之后 假设柯的总统形势仍然是高的 甚或我们假设最后柯当选 柯当选还是空的啊 不然你是行政院长蔡壁如 副院长吴欣宁嘛 你就每天拿这两个人出来练吗 所以最后 国民党人也有可能会有一批退党 或者是换政党潮嘛 对 但是我们在讨论就说 柯会不会像传统的政治人物一样 我陈明明说要跳槽我就收了 如果柯如果觉得自己不是宋楚瑜的话 他会不会收这一批人 其实理论上到最后 他应该要收这一批人 全部变成一个民众党的 那民众党在国会的席次 也搞不好可以 也会增加 对也会增加 那搞不好也可以抢到立法院院长啊 这个形式对于柯文哲是有利的 但是柯文哲本身存在一些传统真正人物上面 有的优点也有缺点 就是优点他就是很受这个年轻人欢迎 这个是所有很会搞笑 这是所有这个传统真正人物没有的 可是他的缺点是说 他可不可以经营一个盘出来 昨天那个 他拍到电 他没法有一个长期完整的电影 对 他很拍到电的嘛 然后那个就是说 到底他的野心到底有多大 那因为那个 他去嘉义女中的时候有个学生 直接就问他说 请问你你现在这个情势大好 如果从头可以开始的话 你会一开始就开始从政 他竟然回答说不会了 他还是要做医生 那你就说 你就说这样一个政治人物 他对自己的期待 他说他也不会像宋楚瑜 那个民调只是随便看看的 不可能一个月涨10% 所以到目前为止 我们观察到的柯文哲 他并没有像宋楚瑜这样的野心 那但是他一旦有野心 就是说民调如果持续在往前攀的时候 我相信他如果改变的时候 他的国会跟这个所谓的这个行政部门人才 就会充实了 那这样子真的 所谓的联合政府跟国会的这个 这个政党的这个东西就真的改变了 那你要知道 就是说那你这个宋楚瑜跟国民党是细出同源 细出同源之后 宋楚瑜这个把赢下来东西 第二年就还给了国民党 所以亲民党就完蛋了 但是民众党跟国民党不是细出同源 虽然他的选票 现在是要从铁干人说 比如说服帽政策 他其实就是服 跟国民党是同样的政策嘛 那所以说如果他真的能够把这一块吃下来 他改变心意 他也要做一个大尾的 大尾楼瓦了 然后我要把这些卡通通弄下来的时候 我要开始执政 我要开始弄国会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这一趟呢 他就会整个彻底让国民党 真的刚才讲的就是整个消失了 他因为他不会把人再还回去国民党了 因为他跟国民党根本没有渊源了 那只是走国民党的路线去抢国民党的票 所以他如果这今年 趁着今年这种时机 把立委的席次也吃下来了 把这个总统或行政部门的大位 也吃下来的时候 我觉得台湾政党的政党史 就完全改写了 他绝对不会像宋楚瑜那么 怀着所谓的一颗这个慈悲之心 然后就把这个全部又还给连战 就说宋楚瑜还是有国民党的DNA 所以亲民党最后有些时候 有些政治议题政策 还会回到国民党 但是柯文哲是没有国民党DNA的人类 所以呢可以跟国民党切得干干净净 对所以对宋楚瑜来讲 两千人那次的参选就是最大的叛逆了啦 他后来还是回到他觉得是李登辉挡他 所以其他人都对他国民党对他都还好 所以他就老实的又回到国民党 那次宋楚瑜两千人要选的时候 那也是挣扎了很久 然后偷偷摸摸我就找我 我那时候是独家啦 找你干嘛 找我去 讨论 不是讨论喔 他是指定我去新店的某一个民宅 要干嘛 第二点 二楼 然后就跟我讲他要参选了 然后要干嘛 就说参选 就是大家一直呼声很高 而且他省长也做得很高 可是他做 他做要做参选的决定的时候 他也很困难 可是他最后这个东西做的时候 要宣布的时候也不是大张旗鼓的时候 我要宣布开街会 他是用这种方式就是宫廷模式 然后把我叫到一个 我说这是什么地方啊 是不是一个店或者 他不是一个民宅的二楼 很调要开的二楼 然后就跟我讲一大堆什么什么的 后来就就我就是拿那个堵交叉要参选了 那所以说那你相冲属于这样的人物 跟这个柯文哲是完全不同的 柯文哲是叛逆到底 我过去可以依附民进党而生 我可以全面翻翻掉民进党 那我今天把国民党吸进来之后 他绝对不会再还给国民党了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未来如果这个局势上面 这个稍有我想 就我们基本上现在目前看起来 还是会有稳定啊 就是说如果是赖清德还是保持一定的领先程度嘛 但是未来如果真的侯友宜垮太大的时候 整个所谓气保效应扩大的时候 我跟你讲赖清德也是危险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分析今年如果选情选到这种程度的时候 真的对台湾的政治的变局 是很大的一个变化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所在 好我请教米炮 科文哲不守规矩 赖清德太守规矩是这样吗 人家做人正派 也不是说他会守规矩 对不对 科文哲人说 歪七扭八 你这讲话没办法检验对不对 其实但是我觉得个人的候选人的 这个个性的确是很重要 就是说连赞他的学历都很好看 他也做过非常多的历练行政部门 或是什么行政院长或是这个副总统 但是他有一个要命的缺点 就是大家觉得他很烂 然后呢这个不知民生极苦 所以他这个形象一直延续在选举中 比如说他说这个即使在选举中 他也是固定什么几点就要去休息了 然后呢跑这个行程 黄中央说流浪 那个我们跟那个宋楚瑜全省跑透露 拜托我们才叫流浪好不好 那个全省这样跑来跑去 我的天啊 可是你也就知道 上来高雄的时候 到高雄的时候 那个余震线会上来 你就会 你也会吓一跳 那故意是 那你就要跟着一波一波 坐那个车子往后走啊 那你知道那些新票案更惨 那些新票案 我们已经到南投了 然后那天刚好毕人生日 然后那个宋传队就要庆生 结果发现新票要爆发了 整个拉车就从南投赶回台北 到晚上 然后在过程中我们一直要讲说 这个宋楚瑜 赶快要把这个真正的情况弄出来 如果我们大概都知道是李登辉 或是国民党那边内部的事情 可是我们别我们却很久 我们觉得他可能会想通了 然后我还坐在记者会第一排 跟他一直看着他 然后希望他把他讲出来 可是到最后他也是没有讲出来 那所以说 那你看看这个宋楚瑜跟这个连载 他就是选到了快要结束的时候 这个个性完全没有变嘛 然后两个人骂 就出来那个苏聚成讲说 拿拿刮手机之外 两个人就互骂 这个宋楚瑜就骂这个 连载是收银机 然后呢 那他自己是推土机 所以说你就知道就说这个连载 他为什么为什么 就有那么高血液 盘也这么大 可是他为什么在这个形象里面这么差 大家都觉得说他完全没有再努力的工作 然後是一個公子哥 他自己本身也覺得 就像2014年的聯盛文一樣 我只要出來了 我就會贏 因為我是國民黨 這個就是很糟糕的地方 那今天侯耳瑜就更糟糕了 侯耳瑜是 他可能也是開始說 我就是國民黨候選人 可是他們想到他的條件 條件在跟聯戰是差很多的 雖然他的新北市長的 這個印象是比較好的 但是他一下子 5.17之後 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就完全崩盤了 這個東西就是他自己 到底可不可以救回來 我覺得有時候人到 可以選舉總統的年紀的時候 要救回來個性是有點困難的